这个是输出我们的结果 这个是输出公式 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 效率其实未来会差蛮多的 清除的话可以用range清除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要 去动手写一下 慢慢的话 不会像前面慢慢一行一行key 但是 可能你们要慢慢熟悉 因为后面的程式会越来 就是从这个基础往上跌上去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 插入一个这个函数 那这边要使用者定义 前面讲过了 我们会需要两个东西 这个你要写出来 所以尽量回去的话 不是说复制贴上就没事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 并且把这一套也能够放在你工作里面 以后呢 你也能够写出你自己工作里面的字体函数 这个我想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而且是一个目标 你如果能够这样做 我想你VBA应该没有白学了 不要说你学完这东西最后你连制定函数都不会 当然就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第一个月考完说我们的需求 按确定之后它会跳出月考123 那我就给月考123 那它会什么呢 自动帮我把结果return过来 不过呢 它是84.4 它的格式不会变 特别是有function 就是函数不能够改变它的格式 除非你用自定格式化条件 这样上礼拜提过的 所以如果已经被改了 它就自动改 但如果没有 那你也不能改 OK 那底下的话 像下填满 就完成第一个 这个是自定月考函数 但是这个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选三次月考的成绩 这样好像因为很慢 所以比较快的方法怎么样呢 我把它清除掉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尽量把它改成叫月考范围函数 这个我觉得比较OK 因为如果你的月考数量比较多的话 一刷一下 刷过来呢 你会发现 它会把一个范围转变成一个阵列 那其实 我们按照同学问说 VBA里面什么叫阵列 其实就是一个大刮户 里面放一个变数里面 放很多个值 很多个资料 那我们当然将来呢 也可以用切割的 比如过来之后呢 它里面是给我一个阵列 但是我可以自己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呢 也许可以把这个先丢给一个A 那A 1-1有没有 这个就是第一个资料 1-2的话呢 那就是第二个资料 1-3就是第三个资料 一之类推 OK 那目前当然因为只有一列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列号都一样 不过未来如果说你有向下一列 那就2-3 2-3前面是代表列号 后面的代表它的栏 那这个指的是他你目前选的这个范围 跟工作表那上面的那个栏跟列无关 那怎么做 一一样 我们切到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第一个月考函数 那所以呢月考函数第一个呢 我们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记得 这边有一个方选 那我们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那记得用方选哦 OK 这个地方 Sub是按钮 所以特别注意 Sub你就想到按钮 那如果制定函数 请你用方选 千万不要选错了 那名称的话呢 我叫月考函数 所以月考函数输入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他会帮我产生哪些部分呢 大概就长这样子 月考函数 那因为我需要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月考123 所以你就把月考123填上去 那这个名称的话 是你自己填的 至于未来 这个名称用英文用中文都没有关系 他就会显示在哪里呢 会显示在我们的那个 前面的月考123 这个名称跟那个瓜虎里面名称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要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丢到那个月考函数本身 所以月考函数一定是写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帮我把它return回去 那问题是 他如果给你三个成绩 1 2 3 可是你的比重在哪里呢 你的比重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用range的方式 抓到这个资料 跟月考123 有没有 他相乘之后相加 其实有点像刚刚的公式一样 所以基本上呢 做完的结果 来看一下 基本上长这样 我就是直接怎么样 先把月考函数这个名称 先放在前面 所以基本上我是复制过来 等于什么呢 月考1乘上range的d11 这个有点像刚刚那个方法 直接抓那个位置 加上什么月考2乘上e11 加上月考3乘上f11 那再把最后相乘的结果 丢给月考函数 这样我们就完成 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我想跟前面做的差不多 只是说你要熟练 那这个是第一个月考函数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月考范围函数 诶 范围函数哦 那当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啦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做修改吧 月考月3 把这个改成一个就好了 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呢 再来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一样是怎么样 放在这前面 所以做法 sop都一样 等于后面的东西 可是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拿这个来改也OK啦 这个东西 只是说呢 你的月考原来是月考123嘛 那目前月考范围 它月考123是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你要切开来 那怎么切 我前面好像有特别强调 一 你可以先把这个东西 用一个A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你如果不叫A的话 你可以取其他名称 先丢给A 它就会接到 那A里面有三个资料 那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A先列 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就会抓到月考一了 那月考二的话呢 就是A的第一列的第二栏 意思类推 那月考三的话呢 就是A的一支三 所以这边的话呢 1.3后瓜胡 用这个方式呢 来取得1.2.3 那这会未来 如果你很多个的话 反正就4.5.6.7.8.9.4 一直往下就OK了 就是横向的选起来就OK 那这好处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让使用者 一直选一直选 不然的话 串一起其实很累 那做完之后的好处就是说 你就直接插入函数 月考范围按确定 然后呢 直接刷一下就可以了 他就会直接怎么 把结果 帮你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制定函数部分 那做完之后呢 再切到这个三米符 三米符的话练习一下 比如说你要加总的话 之前是直接加 可是这边有销售部跟开发部 两个部门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销售部的部分加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后面那个所谓的数学函数里面的三米符 OK 那就是在三波大上面 那三米符跟三米符S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是 三米符是一个条件 三米符S是多个条件 那个S是不是复数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部门一个条件 但如果你未来还有其他条件 比如说还有什么呢 还有区域 比如北中南 或者还有县市 你可能很多个条件 那三米符S是 很多个条件都要为True 它才会去做加总的动作 OK 那三米符S 三米符是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 Range跟Criteria是一组的 意思就是说 那个范围跟那个条件 所以你要告诉他 哪一个范围 部门的这个范围 条件的话呢 是如果等于销售部的话 它才会帮你做加总 所以加总的话是三米符 所以Range的话是这个范围 然后如果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销售部的话 帮我把奖金加起来 这概念应该有了 这个概念逻辑只要清楚 记得那个顺序不能乱掉 因为很多同学对三米符 就是那个逻辑不太明白 所以很容易做错 记得上面两个是一组的 反正上面是 在那个范围里面帮我找 有没有那个东西 再来是就做加总 所以上面这两个好像是一个条件 后面才是你要不要去做加总的结果 OK 所以特别之后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销售部做完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就是开发部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自定函数先做完 试一下那个三米符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方选自定函数部分 我想程式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建议呢 还是要熟练 自己要 其实说真的 我的那个写方选的部分 都有一个固定的SOP 所以你尽量 其实我写程式这样 真的就只要抓得到那个SOP 跟那个TEMPO 只要那个TEMPO对了 说真的怎么写都对 就怕说你没有抓到那个TEMPO 其实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 程式其实写起来 也还蛮 感觉好像蛮可以 你想要写什么 就真的可以写什么 慢慢的真的可以 跟以色有沟通 完全没有障碍 你想要做什么 真的马上可以 把你想的 通通可以写出来 哇 那这样感觉 其实就还蛮好的 因为他就会 自己就帮你做很多事情 你就不需要用土法链钢 用到滑鼠键盘的几率 就会非常的低了 因为它顶多就打程式而已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制定函数 一个是叫这个成绩函数 一个月考函数 月考范围函数 两个部分先试着把它完成 那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